大家好,我是Zin爸 很多人都知道我最近正在忙著裝潢家裡 因為家裡住了12年 所以有很多的需求都已經跟原本的不一樣了 那在裝潢的時候啊 就必須要先把家裡所有的雜物全部清出來 讓裝潢師傅有地方空間可以發揮 那我在尋找這個倉庫的時候啊 我就找到了某個空間 當初我記得是在YouTube那個臉書上面看到小禎的廣告 然後就找到某個空間 那查了一下之後我發現這邊的空間還蠻不錯的 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個是我租的這個空間 那這一個是L型的倉庫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是我目前家裡所有家檔 所有家檔都在這邊 那這裡面啊 包含我12年來寫了所有的3C用品 包含什麼PS4啦 SNK的迷你主機啦 然後很多的筆電 然後所有的手機 兩三百支手機 然後電動平衡車 電動跑板車 還有球輪車 所有家電 然後地球儀啊 書啊 背包啊 全部都在裡面 那剛剛用了一台3噸半的車子 滿滿的把它載過來 放在這邊 那我租的這個倉庫的 Size是L型 那它有MiniX5 那個M號 然後L型 還有超特大 那我租的是L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空間的運用 目前 看起來是都還有剩 這個是L型的空間 應該可以再放幾張桌子 幾張椅子 甚至床墊 應該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的空間的運用啊 這邊可以給大家參考 那我會選擇 某個空間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 他們這邊是全天候 我都可以隨時過來取物 那我只要設定我的悠悠卡 然後就可以來這邊 然後用它的門禁系統 滴一下我就可以進來 那進來之後啊 所有的門 都可以用自己的鎖 那我可以隨時24小時進出 我可以隨時過來拿東西 那某個空間在全省有40家門市 那剛好我住中和 那在我騎車大概3分鐘的地方 就有一間門市 所以我選擇這個某個空間的倉庫 對我來講我覺得還蠻方便 你有東西需要綻放 那我還蠻推薦這樣子的空間 可以讓你去短暫的倉庫 它所有 你自己所有的私人物品 隨時可以拿 然後又有24小時的門禁 可以設定自己的鎖 那最更重要的是 它裡面的除濕系統還不錯 那我很多電子的產品都在裡面 這裡面啊 其實濕氣溫濕度都控制得非常好 那我覺得放一些3C商品 都還蠻適合的 這邊是我在做裝潢的時候 選擇的倉庫的考量 那我是Winbom 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